外媒 习近平让毛泽东后代经济翻身 政治上扬眉吐气 当年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那及毛泽东的外孙王孝之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悲惨境遇都已经因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否定而苦尽甘来 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那事实上享受到了富国籍退休待遇的同时 也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锐的夫婿抓进监狱 一爱一增 分明无比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已经替毛泽东后代成功向邓家复仇》 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到了 从1976年10月毛泽东去世导致毛夫人江青 集起一票政治追随之因反革命罪被关进大牢之后 罪犯家属之一 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唯一后代 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那被分配进中央警卫局宿舍长达五年时间 1981年 随着汪东兴亲自向李那宣布审查结束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重新安排工作之后 李那开始了她相对自由的平民生活 之所以说相对自由 是因为她的江青女儿的特殊身份 决定了她的当时对外联系都是要被批准才可以进行的 相信许多人都知道正是毛泽东当年的卫士长李银桥 和当年在延安为江青和李那使用过的保姆 韩贵新夫妻的相助 才有了李那维持至今的二回生活 而曾经在中国内地得以公开发表的 韩贵新的亲笔回忆文章中 也是不经意地透露了他们夫妇为造访李那 也还需要设法 最终是李银桥凭自己当年中南海标投的老资格 才打通了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关节 得以成行 当时已经被毛泽东赶在文革前 安排到天津工作的李银桥 被中央警卫局推荐为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局的副局长 回北京后的李银桥和韩贵新 第一次见到李那的地点 居然是北京远郊区昌平县的医院 韩贵新回忆文章中描述的原话是 平房 房子不好 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 李那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 很热情 叫我小韩阿姨 叫她银桥叔叔 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 简单谈了几句话 如上这几句得以在中国内地通过审查 公开发表的回忆内容 看似轻描淡写 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出的判断之一 是当时的李那是被监控的 所以连毛泽东曾经的卫士长 和他李那曾经的保姆 虽然被恩准到远在昌平的医院里 看望李那一次 也只能简单谈了几句话 和探监无异 韩氏的回忆文章中还说 李那回北京后 住在泰普四街 我便常去看望他 他日子过得难 身体不好 主要是妇科病 胆结实 独自带一个孩子 家不向家 买了粮食拿不回来 就买个小车推回来 母子俩再把粮台上楼 我看到这情景 心里很难受 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 十几年前 中国内地公开发表的 《红色公主李那生平》 一文中透露 一个时期 李那的工资才七十多元 日子过得很紧 每天只买一毛钱肉 儿子长得很瘦 家里的被子 一人一条 一半扑一半盖 日子最紧实 李那忍痛把一些用不着的书卖给就书店 用以应急 后来中半对她的生活急于补贴 李那的日子才好过一些 而这里说的中半对李那生活的补贴是由何而来 还要从事情的源头说起 话说 李那在父亲去世之后的头五年里 虽说是被变相监禁 没有自由 但却也和当时正在秦城监狱里的生母江青一样待遇 不但衣是无忧 看病住院也是一切公费 宣布审查结束 被当时的中办中央办公厅就地安排中办下属的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后 虽然工作是无比清闲 甚至是完全无事可做 但医疗费用上却出了问题 从昌平医院回到北京同时也就结束了医疗全部免费的待遇到1991年5月江青自杀前 李那因为多种慢性病需要同时治疗和保养 前后花了数千元医疗费 他自以为所谓公费医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仍然没有被他父亲的叛逆者取消 所以开始并没有着急 但到单位报销时 单位会计向他出示有关财务规定 说明他的药费中有一大部分属于公费医疗制度规定不能报销的自费药品 当时的李那眼看已经因为看病欠债 万般无奈 只好硬着头皮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询问他父亲毛泽东生前的财产 尤其是稿费 他自己是否有权继承一部分 他表示自己不敢奢望多药 只希望如果能同意他从父亲过去的稿费中支取数千块钱 弥补因治病而欠下的亏空 他即感恩不尽 相信他父亲之后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 集体对他恩重如山了 没成想 报告交到邓小平处后 邓小平冷漠地说了一句 毛泽东生前的财产 都是党和国家的财产 任何个人都不能随便支取 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 客观评价邓小平当时的这个表态 至少从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 既然邓小平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 既已经明确表示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那么毛泽东生前数以亿计人民币的稿费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选集的稿费 理论上当然应该是归集体所有 毛泽东的后代自然没资格继承 里内要求提取父亲毛泽东生前稿费继续一事 被邓小平拒绝后 通过自己北京大学历史系同班同学 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向杨尚昆求救 杨尚昆对自己家人说了一句小平同志在对待主席后代的问题上太不厚道 说起来这个杨绍明曾经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前后第一家庭的御用摄影师 从邵不庚市时起就与李那一姐弟相称 考进北大历史系后还因为李那的因病休学两年而与其成为同班 但是就是当年在邓小平手下贵为九千岁的杨尚昆和他当时进出邓府 与出入自家门一样方便的长公子杨绍明 也没能劝动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江青后代得饶人处且饶人 足见邓小平生前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内心仇恨之刻骨 也正是因为深知邓小平的内心所愿 当然也不排除是当年已经兼任中办副主任的时任 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忠和邓办主任王瑞林的暗中指使 李那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 长期一直被中办系统暗中刁难 一直和王景青的结婚申请都被压了好长时间 才被自己所在处的处长给催办出来 显然是因为担心惹恼邓大人 所以李那二婚时杨尚昆和杨绍明竟然不敢到场 一时间内心愧疚的杨尚昆想起巧克力糖曾是李那的最爱 在那全中国99.99%的人都从未听说过巧克力这个词汇的年代里 于是便前步下悄悄给李那送去了一包巧克力糖豆和一床大红色背面 算是贺喜 笔者曾经在过去发表过的相关内容的文章中分析过 邓小平自执掌中共实际领导权后 不但一直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 反而还在其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 后面补充一句毛泽东思想 但事实上邓小平这样做不过 是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借毛泽东之师来还共产党之魂 而从其内心世界来讲 他邓小平实在是恨透了毛泽东 上面这则小故事充分证明了当年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仇恨 确实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 习近平已经替毛泽东后代成功向邓家复仇 在文学城网站转载之后 有网友留言道 我看老邓其实并不坏 三起三落还不是老毛害的 提着脑袋给毛干了大半辈子 还要住监房 没球场干活 老邓给毛一些报复是合理的 并没有走极端 没有学着汉武帝司马懿朱元璋那样抄家灭族 背后的逻辑就是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 你折腾我我也折腾你 此话有理 想当年毛泽东也为自己的长子 死在朝鲜战场而迁怒于彭德怀 终于趁文化大革命的机会 让这位共和国元帅落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步 日后 邓小平也为自己的长子 在毛泽东夫妇发动的文革中 成了终于不能再站立起来的残疾人 而迁怒于毛泽东的后代 终于让风云一时的共和国第一公主 一度落魄到了无前治病的可怜地步 再继续说 当年邓小平一句话急断绝了 李那对毛泽东财产的合法继承权之后 因看并欠钱无力偿还的李那为此仰天常态 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渊渊相报 什么叫事态炎凉 无办法好想的时候 也曾打过生母江青的主意 无奈江青入狱后 精神一直处于半疯癫状态 每次探监李那还没有张口 江青就教导不要忘记父亲关于艰苦朴素的教会 幸好不久江青去世 有关部门通知李那 他自然是江青遗产的合法继承人 江青生前的存款可以由他办好手续后领走 实际上 江青留给李那的存款 就是1980年中共宣判江青等人时公开对外宣传的 江青在毛泽东生前通过张玉凤签字才要到的那三万块钱 按照中共当年的公开宣传 江青当时要到了那三万块钱后 还大吵大嚷先太少 毛泽东为此非常伤心 当着张玉凤的面泪流满面 日后如果毛泽东的在天之灵 知道了当时他不情愿给江青的那三万块钱 最终竟成了自己亲生女儿的救命钱 也许就会原谅江青了 1973年 毛泽东曾给一个福建莆田县的小学教师回过一封信 并从自己稿费中拿出三百块钱送的 信中说 寄上三百元 了补五米之炊 与之相比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李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得的这三万元 也算是笔不小的数字了 这笔钱可能就是 红色公主李那生平 一文中所说的当年中办给李那的所谓生活补贴了 回想笔者三十年前写作 中共太子党一输的那个时段 当时虽然六四镇压才过去了三几年 但当时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 相比如今的习近平治下 可谓宽松的太多太多了 仅举一例 那就当时敢于用写信 发邮件 或者电话上直接谈论方式 向笔者提供信息的知情者有很多 根本无需担心 笔者将他们提供的信息 在海外公开发表会给他们 带来什么不利的政治后果 现如今 他们中的一部分 已经陆续不在人世 在世的即使身在国外或者香港者 居然都不敢再对笔者多说什么 至于仍在国内的几位 恐惧到了干脆把笔者的微信 拉黑的地步 如上这些人中的某一位 也是中共元老的后代 也是中共高干子女中 最早在美国定居的那批人之一 去年才在美国去世 他三十年前就曾对笔者说过 他所知道的邓小平 拒绝李那继承毛泽东搞废的背景 是当时的邓家上下 正在谋划邓朴方的婚姻大事 1991年8月初邓朴方到香港时 是第一次携其同行 向外界证实了他已经结婚的消息 他的妻子叫高苏宁 婚前是北京市民政局卫生所的医生 比邓朴方年轻8岁左右 有过婚事 而按照中国内地作者全言斥 邓朴方与康华 一书中的描述 邓朴方在建立了残怜 成立了康华期间 及对身边朋友表示了结婚的意愿 他表示 我现在的身体情况 生活无法自理 每天都要擦身 要清理大便 尿袋 总得有个人照顾 现在老爷子还在 怎么都好说 老爷子不在了怎么办 谁照顾更合适 只有爱人才行 也就是在这个 为邓朴方考虑特殊的婚姻大事期间 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 提出要继承毛泽东的稿费 怎么可能不在邓小平处碰地 不过呢 习近平上台之后 中国大帝再次乾坤倒转 如今的李那和毛泽东家族的 所有在逝者都已经经济上彻底翻身 政治上更是扬眉吐气 与之详情的读者听众 请到自由亚洲网站 查找笔者过去的文章 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 邓小平的阶下囚 习近平的座上宾等 对照阅读 本月三日 我们自由亚洲网站 刊登了 四营经济退出论后 再有其文 毛派人物促冻结私企财产 一文 正是此文中所介绍的 毛左领军人物张鸿良 曾于2016年6发表 习总比我们传说中 所做的更多 一文 文中说 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习总社家艳艳请毛主席的女儿 黎敏里呢 还有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 习总夫妇站在寒风中期 迎毛主席的女儿前来赴宴 吃饭过程中习总得知 李那夫妇由于身体不好 经常吃不上饭 第二天便派去了一位厨师 专门为李那服务 此举让许许多多的毛派群众 感动不已 春节时 纷纷把习主席的画像 和毛主席的画像 一起请回家中 已是景仰 昨天下午和这位毛家后人聊天中才知道 习总做的我们传说中的更多 当时习总不仅派去了一位厨师 同时还派去了一位司机兼秘书 以及两名保卫 一位负责外出保卫 一位负责家庭保卫 如此一来 李那的生活算是有了着落 全国毛派群众心里也算是有了着落 要知道 公派厨师 那位和外勤双警卫 再加司机和秘书 这是中共政权复国级的退休待遇 如此超规格的优待毛泽东 和江青的后代的同时 习近平却是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 长孙女邓卓睿的夫婿吴小辉打入天牢 同时完全剥夺了邓家第四代中的老大 吴邓卓的安邦公司亿万资产的 唯一继承权 这是何等的爱憎分明 是何等的爱憎分明